博客 论法国革命 Edmo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本次影片的内容是紧密的承接上一部影片 关于这个事件跟他其中的道理 上一次做了比较长的介绍跟说明 简要来说 博客现在已经进入比较实际的 与法国革命相关的人事物评论 在11月4号的时候 有一位支持法国民主革命的宗教界人士 在宗教性的场合上布道 但他的内容却是根据博客的话来说是杂混的 里面有宗教 有信仰 有道德 还有支持法国革命的政治主张 这些东西交错出现 那在上一次影片里面我已经有解释过 为什么在革命过程 尤其是革命初期的时候 少数支持民主化政治革命的宗教界人士 会特别受到支持或肯定 还有他们的问题何在 在博客看来 这些人的主张是不成体系的 是不一致的 博客的意思不是说 这些人有阴谋有恶意 在利用宗教支持民主革命 但他认为上帝信仰跟自由主义是冲突的 上帝信仰跟社会主义乃至于大众化民主化 也是冲突的 这就是为什么博客说这些人是 Political Theologian Theological Politician 或literally capitalist and intriguing philosophers 博客的无奈就是在于 他知道这样子的人 其实可能是好人 他的用意可能是良善的 问题在于这个人的知识不足 图善不足以为正 而大众民众重视身教的程度超过严教 他们看到有一个人 慷慨激扬 抛头颅 撒热血 看起来又不自私 就会以这个人的行为来肯定 他的主张应该是对的吧 问题在于 人能红到非到红人 数学老师为人和气 但他教的数学可能是错的 一个人表现出来有道德的样子 要注意啊 样子 其实他的知识未必是正确的 然而有真正知识的人 他一定是有道德的 柏拉图跟苏格拉底说的嘛 道德来自于知识 没有知识就没有道德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道德有问题 有两个可能 第一 他的那种知识专业 是物质性的 是实用性的 是赚钱用的 不是真正的知识 层次太低 第二是这个人有邪念 有恶意 扭曲了自己的知识 欺骗别人 误导别人 第三种人是 他还在学习中 他有心追求知识真理 但是自己还没天人合一 那既然在追求 就是还没到达 所以他在道德上有缺陷 好 不能再做导论了 这个宗教跟政治关系的课题 在上次讲了很多 那我们就继续进入 博客对这一场 宗教性的政治演讲 或政治性的宗教演讲 的评论 好 深呼吸 那这句话很长 这一场语 这一场语 是在一场语 他说这场步道 也就是这场政治性的步道 宗教性的政治演讲 对了 要多讲两句了 就是你不要以为这种事情离你很远 你认为现在我们追求自由人权 就不需要宗教 事实上 所有认真追究自由人权理论的 几乎不可能不提到上帝或者上天天道 不管你怎么说 你如果不想要讲到这种形上真相 你最多就说这是大家的共识 那你试试看去做民意调查 你看大家对于民主人权有没有共识 对这个口号可能有共识 对这个实质内容 如果真的有共识的话 你跟邻居也不会吵架了 随便举个例子吧 I have a dream 这场演讲是不是很有名 1963年黑人民权运动 演讲者Martin Luther King 他是个牧师 你所知道的演讲内容可能都是截录的 就是说黑人的小孩 白人的小孩如果可以玩在一起 那有多好 你实际上去看看他的演讲内容 其实宗教性颇高 例如讲到最后他就说 我们大家都s God's children 所以我就插题一下 我引用一下他的演讲最后一句话 他说我们希望那一天能够到来 什么那一天呢 希望所有上帝的子民 孩子们 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你是犹太人 还是非犹太人 你是新教徒 还是天土教徒 都可以手拉着手 肩并着肩 唱出一首古老的黑人歌曲 我们终于自由了 我们终于自由了 感谢上帝 全能的上帝 我们终于自由了 听了是不是觉得感动呢 是 我小时候听了真的也觉得很感动 所以你知道博客说的危险了吧 可能不会 你可能反过来觉得 马丁路德今天讲的比较亲切 有大爱 好 我们拉回正题 博客说 这个Dr. Price所做的步道 is in a strain 是在一种力道当中 这种力道是一种扭力 所以它是有一种拉扯的感觉 就像是宁宁那个 抹布宁的很大力 博客说 这个步道的这种扭力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从1648年开始 到现在 不曾有人讲出这种步道 不管这个讲到的人 是被支持的 encouraged 还是他不太受支持 但是算是被容许的 就tolerated 总之就是从1648年以来 不曾有过讲到台 讲出这种话 那上次讲这种话的状况是什么呢 1648年 当时英国发生清教徒革命 支持国会的清教徒这一群人 后来把英国国王查理医师处死了 大概就是16481649 那这个Hugh Peters 他是一个新教教士 他也是处死查理医师过程中的一个主要人物 这边看起来是说 这个Hugh Peters在国王御用的礼拜堂里面布道 这个礼拜堂 是St. James's Palace里面的St. James's Chapel 这是英国王室御用的礼拜堂 一直到现在都是 位于City of Westminster 西敏市 西敏市是在伦敦里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伦敦其实是大伦敦嘛 大伦敦里面还有两个市 City 一个是City of London 一个是City of Westminster 所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应该就是 克伦威尔的这个国会军就打到伦敦里面了 抓了国王 那这个人看起来就是演讲了一番 也是在布道 这个布道的内容 很包括了把国王处死 所以伯克在这里用了一个修词 他说 The vote of King's own chapel at St. James's Ring with the honor privilege of saints 只要怎么讲 就是这个圣詹姆斯国王御用礼拜堂的穷定 充满了荣耀圣徒的声音 嗯 这可能有个暗示是说 国王的礼拜堂象征着英国王室这个政权的传统 不管中间有没有改朝换代 或者是有什么政治斗争 这是一个王政的体系 那么现在这个讲到的人呢 讲到了Saints 也就是他诉诸宗教 但其实Saints圣徒 就是上帝特别眷顾的人 那这蕴含着王政政权这个阶层次序 也是某种神意的安排 你以上帝之名要来推翻这个次序 真的是符合神意的吗 接下来伯克引用了旧约圣经诗篇第149章吧 诗篇为什么这样子写 其实是有待诠释的 它的最高意涵是指 如果你是替天行道 你是来这个世界上赏善罚恶的 但如果你不是的话 这忘称上帝真名是很严重的 伯克引用这一段 说他们的嘴高喊着对神的赞美 手里握着双面的刃 他们来执行对于异教徒的审判 对于人民施行处罚 把他们的国王用锁链绑起来 让他们的贵族穿戴加索 那伯克的意思蛮明白的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讲道的时候 引用圣经用这些话来推翻王政 甚至推翻贵族 他认为这样子的话实在太极端了 而这种极端上次发生的时候 已经是几百年前 我们英国人把国王给杀了 而后来英国人比较肯定的 其实是光荣革命 也就是他们不喜欢这个国王 他们把他赶走 但是赶走是找了他的女儿来继承 这个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 那现在讲的是164849年 那个清教徒革命 把国王查理医师给处死了 罪名是叛国 路易十六被处死的罪名也是叛国了 好 伯克继续说 Few her ranks from the pulpit except in the days of your league in France or in the days of our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in England have ever breathed less of the spirit of moderation than this lecture in the old jury 他说 除了你们法国某个时代的同盟 还有咱们英格兰的 Southern League and Covenant以外 没有什么步道会比这一次在 the old jury这个地方的讲到 更缺乏节制的精神 下一页是同一段 supposing however that something like moderation were visible in this political sermon yet politics and the pulpit are terms that have little agreement 伯克进一步说 他说就算这一场政治性的步道 确实有节制的精神 就算有 其实宗教与政治在本质上 就是有很大冲突的 这里的puppet 其实就象征宗教 我们可以说宗教 最重视的其实是来生来世 或者是天堂 而政治最重视的就是人间 宗教追求的是灵性精神 政治追求的是现实诠释 很简单啦 如果你在争论节目上 看到一个和尚尼姑 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就已经人生无常一介 其实也空了 你来上电视干嘛 还上争论节目 这是我想象的啦 我没有真的看过 所以如果有巧合 纯属雷同 如果有雷同 纯属巧合 No sound ought to be heard in the church but the healing voice of Christian charity 说你在教堂 应该听到的是 关于基督教的爱 这样子的道理 这样子的声音 除此之外 不应该听到别的 其实伯克这样子讲 是有原罪感 什么叫原罪感 就是 其实在他真正的认知而言 正确的宗教认知 一定相应的会有正确的政治认知 但他知道这种人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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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所以他宁愿说 让上帝的归上帝 让凯撒的归凯撒 这其实就是保守主义精神 保守主义会做出判断 就整体人类资质的差异 多数人的条件是什么 能做到什么程度 超出哪种程度 一般人就没有办法了 就像是孔子说的 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也 资质条件中等的人 你可以跟他说上等的东西 资质条件在中等以下的 你不可以跟他说上等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宁愿把政治跟宗教分开 所以你在一些学术书籍里面 会看到 人们把伯克归类于 温和的保守主义者 因为相对于伯克 有一些保守主义者 是比较主张教会至上 主张宗教或教会至上 就是在表示宗教高于政治 天堂高于人间 但伯克的保守主义 比这种人 其实更保守 更深刻 一般人看不出来 因为他是比较温和 这个关键的差别 就是原罪感 宗教人士 现实上的宗教人士 未必比现实上的政治人物好 所以伯克会主张某种程度 注意哦 是某种程度的政教分离 就像是在这边看起来这样 下一句 The cause of civil liberty and civil government gains as little as that of religion by this confusion of duties 这就是 类似政教要保持某种距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把政治的责任 跟宗教的责任砸混在一起 你的公民自由或公民政府 无法改善 你的宗教水准也无法提升 下一句话很有哲理性 Those who quit their proper character to assume what does not belong to them are for the greater part ignorant both of the character they live and of the character they assume 他说 有些人 其实适合某一种角色 但是他不要 他却去假设自己适合 不属于他的角色 他说 这种人 大部分 是对于自己本来的角色是什么 跟他想要做的角色是什么 都很无知 这有一点正名思想 名不正而言不顺 但博客讲得很细腻 我想看他怎么举个 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应该蛮烂的 你是一个中学生 你就想 我很爱某人 我想要跟他长相厮守 我很爱他 但是父母亲跟老师却说 你现在是学生 做好你学生的本分 不要谈恋爱 结果你就生气 你就说 为什么我一定要当学生 为什么学生的本分就一定是这样 你就不要 你不要这个 你就说 那你就要去好好爱他 结果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人 既不能体会求知的意义 其实他也不懂爱 够烂吧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很爱搞政治 但却缺乏政治经验 在现在公务系统有所谓的政务官跟事务官 事务官就是从公务员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 就是所谓的civil servant 那政务官就是民选出来的 那政务官是因为他投入政党政治 然后在这个民主过程中 他可能有一些个人魅力 还是他提出了一些口号 或者是政策等等的 他当选 但事实上 其实他对于如何施政 非常无知 又或者像是革命分子革命成功了嘛 突然之间他掌握大权 然后很高兴 要一展身手 但其实空有一些念头 对于在实际施行上 要注意哪些问题 经常不理会 所以伯克才说 这些人 这里的politics 其实就蕴含着 对于政治的了解 对于现实政治的经验或认识 最后一句 Surely the church is a place where one day's truth ought to be allowed to the dissensions and animosities of mankind 伯克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需要诠释 他说教堂这个地方 是人类之间有争吵或敌对的时候 可以休战一天的所在 其实这句话就是呼应前面讲的原罪感 他知道多数人之间的争吵 各有各的错 各有各的对 其实用绝对标准是可以评判出来 但争吵的人多数 没有这样的认知跟能力 所以教会这个地方 还不如让大家多发挥自己的善意跟慈悲感 对于人之间的对抗恶意 可以先暂时释怀 而不是像这一场布道会一样 变成一锅富有某派政治主张的大杂会 好了 你们讲到这边 拜拜